我們這邊先來介紹ASB.NET MVC Action Relapse 動作回應結果 File Content Relapse 的操作 在 MVC 的 Control 裡面 我們可以使用File Content Relapse 這個動作回應結果 那它可以來幫我們的 Action 回應一個 二進位檔案的位元內容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相關的範例 我們看到在畫面上面有兩個超連結文字 當我們 On Click 第一個下載文字檔的超連結的時候 可以發現它會另存新檔 那是一個文字的檔案 那我們先按存檔 那我們 On Click 第二個下載 PDF 檔 這個超連結文字的時候 可以發現我們這邊會有一個 PDF 檔這個文字 OK 那我們也可以去下載 好 我們把它下載下來 那我們剛才先按取消 因為我們之前有下載過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樣子的這個檔案的相關的範例的操作 那我們開啟 Visual Studio 編輯器 那我們在那個 Views 資料夾底下 還有一個 Index 這個檢視頁面檔 我們打開 那我們有提供這次範例的相關說明 大家可能可以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下面的部分 在 HTML 文件裡面的 body段落 我們這邊有提供了兩個超連結 那這兩個超連結 這個時候就可以出現剛才出來的這個 就是下載檔案的這個視窗 好 那我們把那個檔案從伺服器下載回來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Home Control 到底做什麼事情 我們開啟這個 Home Control 的檔案之後呢 這邊可以看到兩個使用 File or Content Relapse 那 For File Content Relapse 的這個 Action 的動作方法 跟一個 Action Relapse 的 PDF 檔 的 Action 這個動作方法 那這兩個動作方法呢 我們先看第一個 在第一個呢 它這邊 我們建立了一個這個文字檔 那這文字檔呢 它是它的內容格式是 UTF-8 的形態 但是我們把它做成是所謂的位元的這種方式 好 那位元方式這種文字檔 我們可以指派給我們 這邊有宣告一個位元型態的這種 這個變數 最後我們再把這個內容 丟到這個 File 方法裡面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 它可以支援這個位元型態的內容 那第二個參數我們設定這個檔案的內容 的格式 它其實是一個 TEST 的這種文字檔 那第三個我們給它的就是 當下載視窗時候呢 它會呈現出來的檔案的這個名稱 那我們把這三個參數設置完之後 就完成了這個 File 的這個格式 那最後它傳回去的內容呢 會跟這個 File Content Relial 這個形式做那個搭配 所以說它就可以透過這個二進位 這種位元流的形態把它傳回去 那接下來看一下 在 PDF 檔這個 ASIN 的方法呢 我們傳回只是 ASIN Relial 的方式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建立一個 先取得目前我們的 在後端伺服器裡面 我們有放置一個 PDF 檔 那它的位置呢 它先依照這個位置先把它取得 這個 PDF 檔實際的在伺服器後端的位置 那最後我們建立了一個 就是 File Stream 的這個 這種檔案位元流的這種形態的方式 OK 那我們把剛才所建立的這個 檔案的位置呢 先把它丟進來 然後讓它變成是一個 檔案位元流的方式 最後我們再透過 File 的這個方法呢 去把這個檔案位元流 然後我們先提供給它的這個內容的位置 然後再加上是它的這個型態 它是一個 PDF 檔的型態 那最後在這邊 就是它下載 當顯示下載檔案位置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這個檔案名稱 那我們這個 File 的方法呢 提供這三個參數之後呢 就完成了 OK 那也就是我們剛才可以看到 我們下載檔案回來之後呢 它的這個位置 我們看一下它的下載 那就會出現這個 TST 這樣子的文字的內容 跟一個 PDF 檔 這樣子一個文件 這樣子一個文件 好 我們這邊就針對這個 HIN 旅道的 File Content 旅道的方法操作 做相關的說明 就介紹到此 好 謝謝